之前有民众到屏東朝著火車站搭車時 看到月台有人朝著屋頂開槍 而且這人還是台鐵的員工 當下非常的錯愕 覺得站務人員怎麼把車站當靶場了呢 原來是車站的屋頂 天天都有四五十隻鴿子來到這邊棲息 不過他們並沒有經費來請生物房子公司來處理 最後怕乘客被鳥屎給滴到 才會用BB槍來趕鳥 民眾派到一名站務人員 在消防設備箱後面持槍往上射擊 接著抬頭四處張網 這個畫面讓民眾很錯愕 站務人員怎麼把車站當靶場 這個地點是在屏東朝著火車站 而當天被派到開槍的 就是這位副站長 對 就是這樣 隨身腰包就放著槍 不過是把空氣槍上班會帶著它 就是為了要趕鳥 抬頭看看車站天花板 到處可以看到鴿子棲息 這也讓車站地上隨時都有鳥屎 清潔人員都搖頭 天天都有親不完的鳥屎 還很怕乘客被敵到 就是這樣 但是有沒經費請人來處理 副站長就想出用BB槍來趕鳥 我是覺得很抱歉 因為畢竟拿槍是一種比較有爭議的行為 所以那時候我就比較會躲著長場的一個方式 只是鴿子當下雖然被嚇到跑了 不過不久又飛回來 讓他們真的相當的困擾 皮諾鳥會表示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趕鴿子 不過邱副艦長表示不只潮州車站 全台很多火車站都有相同的問題 希望台鐵高層能有方法來解決處理 華視新聞 周孟凱 邱君平 榮浩貝 屏東報導